帮大家科学,高效地做好营养性生酮 坐标深圳,KiloCN,小孟老师与您同行 1715,300到400克会不会太多了,男生 不会太多,不会太多 而且要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肉 一般来说,你说吃牛肉啊,吃羊肉啊 三四百克应该足够你吃了 如果你吃一些什么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 这种还有一些鱼肉虾肉 可能三四百克刚刚够你吃 一般来说,我觉得可以的 你不用特别担心,三四百克会特别多 如果是新鲜的,三四百克 没煮熟的那种,生重三四百克 问题不大啊,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超过了五百克 超过了一斤,可能会稍显多一点 但是目前来说你不用特别担心 而且要看你现在操作的时间长不长啊 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是 刚刚开始断碳 那么多吃点蛋白质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毕竟碳水给你断掉了 你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吃 而且呢,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大脂肪 那么你在这段时间里面稍微多吃点蛋白质 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你自己到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你慢慢的食欲会下降的 就不会吃特别多了 同时还跟你这位男生 你的运动啊,你的年纪啊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比如说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是吧,喜欢健身 那三四百克根本不多,根本不多 那如果说你可能五六十岁啦 或者说平常就是上班族就坐那不动 也不怎么运动 那也许三四百克过两三个月 你就会闲多了,这样子啊 但凡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息 比较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三四百克一点都不多啊 我自己平常三四百克也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花花你说低碳饮食鼻炎多长时间可以改善 刚好我自己有鼻炎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 因为我是2017年开始做低碳 然后2018年开始比较严格的升头 鼻炎的问题 其实我一直延续到2019年到2020年 因为那段时间呢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每当咱们还在深圳啊 这边已经是比较热的一个地方了 是吧,南方了 那每次到了冬天的话 这两个鼻子全部都塞住 然后到了晚上可能 就呼吸都很困难 只能靠嘴巴 但是后来就开始逐渐意识到 吃维生素D的重要性 以前不怎么吃维生素D 然后后来开始吃 那么我自己一开始吃的 维生素D的质量其实也不大 一开始可能就是2000单位 但是后来逐渐逐渐 我改成5000单位 甚至到最近一段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换成1万单位的维生素D在吃 当然生酮一直在做啊 没有中间中断过 生酮一直在做 除了维生素D以外 还有鱼油,鱼干油 这些东西我也是一直在吃 那鱼油和鱼干油 我已经吃了很久了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维生素D 所以把这个剂量加大 我觉得我目前 目前我的两个鼻子都是通的 这种很美妙的感觉 大概是最近一年感受到的 所以你说鼻炎多长时间好 我觉得要看你自己 比如说一方面做生酮抗炎 对吧 再一方面你缺乏的维生素 该吃的要吃 该补的要补 特别像维生素D这种 帮你提高免疫力的 抵抗力的 然后像鱼油 鱼干油 特别里面还有文生素A 能够帮你修复你的鼻黏膜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吃的剂量 各方面都到位了 我觉得也许一年左右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如果说像我这样走了弯路 可能就会花两年三年的时间 那么鼻炎我觉得是可以改善的 以前我小的时候在武汉 很小的时候 那个都是90年代初的时间 但在武汉 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 大家要多晒太阳 要多吃维生素D 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那一直可能到小学 初中高中 这鼻炎都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大人经常会说 你上了大学 你工作了 鼻炎就会好的 但实际上没有好 现在你应该理解了 这个东西其实跟营养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跟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 抵抗力有很大关系的 对 经常不晒太阳 然后稍微多感冒几次 就会觉得自己像有鼻炎一样 但其实 多晒太阳 多吃维生素D 然后像我们 时不时的做低碳生酮 我觉得 对身体会有好处 花花你说 嘴唇是紫色缺少什么 你还应该再补充一下 这个嘴唇紫色不正常 不正常 你再观察一下手 观察一下你的脚 特别是 这个手指的末端 还有你的脚指的末端 或者说 你的小腿 靠脚踝 那些位置 会不会变紫 也变紫的话 那就 相当于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维生素B3的缺乏 你去观察一下 那个 发紫不正常 一般来说 我们人的身上发紫 那就是 有一个词 专门形容这个 手脚发紫的一个状态 那个叫 那个叫Pellegra 嘴唇发紫 真的是比较少见 一般来说 你嘴唇发污 发黑是常见的 但是没说发紫 比如说你肝脏 有很严重的脂肪肝 那么你可能嘴唇看起来就比较发污 你可以说它比较偏 猪肝色 或者是偏墨红色 但是不会说是偏紫色 紫色 那就像是涂了口红一样 那是很奇怪的一种颜色 发黑的话 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的身体 那个血液里面 你的红细胞的载氧量很低 那么你就可以 有可能是贫血很厉害 但也有一些 就是说脂肪肝的人也会这样 就是内脏 因为肝脏嘛 它是负责我们的红细胞啊 还有一些血液的一些 重新利用和循环的 它会把你的红细胞 在血液里面的一些 代谢的一些产物 比如说 胆红素啊 一些其他的这种 有颜色的东西 它会把它 从我们的胆管 释放到我们的胆汁里面去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如果说你的肝脏 有一些毛病的话 就可能会显现到你的嘴唇上去 你的血上规 全部正常 可能是看起来没有箭头 但不代表就是没有亚健康啊 那如果说你认为血上规正常的 红细胞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维生素的问题 或者是你再去查一下你的肝功能 这些是可能比较容易去查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还是找一个专业点的医生 帮你去分析吧 这个咱们隔着一个屏幕 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医生 这方面 而且跟生酮关系也不大 你要去找专业的医生 如果确实 还伴随了身体有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的话 那你可以去问一下 专业的内分泌啊 或者是消化科的医生啊 都可以去问一下 还有一些啊 就是其实你说 如果单纯是上嘴唇 我 你像我的上嘴唇 我的上嘴唇的颜色 就比下嘴唇的颜色要 要深 你要揪其原因的话 是因为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北方人 我的父亲是南方人 我爸是广东人 广东人这一块 我感觉像是天生的基因带来的 就是上嘴唇 就是有点颜色黑 你再去观察一些 什么云南的呀 贵州的呀 或者有些这部分少数民族的人 他们就是这个上嘴唇会比较污一些 你也不用特别去纠结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情况 你都去排查一下 一个是贫血的问题 一个是肝脏的问题 一个是维生素的问题 那维生素的问题是不太好排查的 抽血也不一定很准 要看你自己平常的饮食习惯 还有你的那个维生素 补剂的摄取的情况 这样一个个去排除 再一个就看你自己身体 你的运动啊 你的这个四肢上下皮肤啊 有没有一些 很明显的维生素缺乏的一些现象出来 这些东西都需要更多的去了解 咱们聊天就有点怎么说呢 只能这样子猜了啊 你要是真的是 很介意这个事情 那就还是去线下去找医生 蔡小菜说 如果入同了脂肪的量要控制吗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血童2.0还长秤了 那一般我是这么告诉我 我的所有的粉丝或者是我的客户的啊 就是你如果确实已经稳定入同了 就断碳也断得比较干净了 然后生同的时间也不短了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 都已经比较稳定了 而且你一天两餐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平常你随时随地测你的血童2.0 那毫无意外 这基本上你就是喝了油 要么就是吃了很多的 大的脂肪 或者是很多的生酮零食 含外缘酮的 含脂肪很高的这种东西 这一般来说都是会长重的啊 这个脂肪太高了 你不需要这么高的血童 尤其是血童是2.0以上 那确实你的吃的脂肪就很多了 一般来说是要控制一下 我们小木老师这边 一般都要求大家 这个脂肪不用吃很多啊 控制到你一天刚好就是吃 吃到一定的可能就是 100克附近 你可能刚好就吃饱了 多了你就不要再吃了啊 这样子 如果你发现体重长了 那确实就是吃多了 你应该减少一些 这个来他的朋友 你一天能吃一斤到一斤半 那是绝对吃多了啊 你就绝对是吃多了 这样不行 这样子不行 你是怎么 你是要做什么 纯肉饮食吗 为什么会吃到这么多猪肉呢 而且你也没有告诉我 你的这个生酮是 怎么切入进来的 一般来说 很多朋友就觉得 就是生酮就是断碳嘛 对吧 断碳之后就吃各种肉 吃到饱 那就可能无形中 有点 怎么说呢 你已经 做的不够科学了 就是 你想那个断碳之后 你马上食欲会飙升 你的食欲 会很不稳 你会狂吃东西 那么 吃一斤到一斤半 你说行不行 短时间之内 我觉得是可以的 例如你今天吃一斤 到一斤半 可是你明天还能吃一斤 到一斤半吗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啊 所以你就算是吃一斤 到一斤半 你不可能持续一周吧 很难的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我来 怎么说 我来指导客户的话 我来指导朋友 来做低碳生酮的话 你会有一个台阶去下 你不会说从天天吃碳水 突然之间变成天天吃肉 这中间有一些台阶可以下 这样你的食欲会稍微稳一点 稳了之后 你就不会说一天吃个一斤到一斤半 而且我们还会说 这个蔬菜 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吃的 这些东西是帮你填饱你的胃的 你不能说我 我很胖 对吧 我两百斤 我一天非得要吃很多东西 我肚子才会饱 那我就得要吃一斤半的肉 那这种是很高蛋白质的 你不光是说你生不了酮 你给你的身体的压力也很大 你的胃 你的肠 你的肾脏 全部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吃这么多蛋白质 所以前面有一个朋友都说 哎呀 吃蛋白质多吃多了 是不能生酮的 是啊 像这位朋友 如果说吃了一斤半了 那基本上也生不了酮 空腹5.9 餐后7.2 就空腹5.9 还是算稍微有点高的 还是有点高的 所以你可能是有一点 体重有点大 然后有点胖的 这个样子 所以你最好操作这个过程 要稍微谨慎一点 稍微慢一点 不要特别着急 那个西瓜的朋友 他说不饿是不是可以不吃 我觉得可以不吃 可以不吃 但是就是说 看你是一日一餐 还是说你要做长断食 我不知道你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管是一日一餐 还是一日两餐 你最好把我们一天 所需要的蛋白质的最低量 给吃够 小毛老师会建议大家 最低量是多少呢 三两肉 你最好能够一天保证三两肉 或者说三四个鸡蛋 这么一个最低水准的蛋白质 你能吃完 然后其余的时间 如果说你真觉得不饿 那就可以暂时不吃 可以暂时不吃 有个朋友 那你说腹部脂肪少一点 还是留一点比较好 这个看个人审美 看个人审美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 你自己的体质率 这个会比较宏观一点 对吧 就是说我不管你的审美如何 如果说你的身体的体质率 在25%以上 那我建议你的腹部脂肪 还是减下去吧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的体质率已经下到20%左右了 那你腹部有一点脂肪 你想留着 我觉得可能也不影响美观 那然后再有一些女生 如果说健身 或者说对身材要求稍微高点 她把体质率能够压到15%左右 那基本上腹部已经没有什么脂肪了 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要求了 你腹部脂肪有还是没有都无所谓了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看你自己的审美 再一个你观察一下你的体质率 如果确实体质率还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话 还是减一点比较好 因为腹部脂肪怎么说呢 如果你的腹部脂肪真的很多 其实你的内脏脂肪多少也是存在的 所以什么时候你把腹部脂肪减得差不多了 就说明你的内脏脂肪也减得差不多了 这一点还是可以去做的 还是可以去做的 没有昵称的人你说燕麦奶能不能喝 不能喝 不能喝 燕麦奶就是碳水 就是不能喝的 有些朋友说我不生酮 但是我低碳能不能喝燕麦奶 那随便你 随便 还有一些人呢 其实燕麦奶 首先我们说了 它不光是碳水 它里面是含有一些肤质的 那么对于一类人是不能吃肤质的 比如说有桥本的人 他是不是适合吃肤质的 还是有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肠道功能不太好的 经常便秘 拉锡啊 这部分人不太适合喝太多这种含肤质的饮料 有些朋友你就说 哎呀 我不喝牛奶 那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牛奶 你可以去喝杏仁奶嘛 呃 还有什么椰浆啊 这都是可以替代的 也是有一点奶味的 但是总比燕麦奶要好一点啊 超会的仙女 你说 吃哪一种油会比较多点啊 我现在吃的比较多的是猪油 橄榄油 羊油 然后还会用茶油 这四种会稍微多一点啊 呃 猪油就是 你自己买点那个猪肥镖 自己耗呗 是吧 咱们不管是什么各种买菜的那些软件上面都会买得到猪肥镖 大家可以去农贸市场 也能买得着 猪肥镖很常见啊 猪油可以 再一个就是羊油 那羊油 怎么说呢 我之所以会用羊油是因为 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啊 以前我是既用牛油也用羊油 呃 这两个都是我自己在那个某多多上面买的 然后 有一次我因为我平常经常直播嘛 然后有一次呃 呃一个朋友就说哎呀 小木老师最近看你的皮肤不错啊 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可能最近一直在吃羊油 所以我就可能是一种心理习惯啊 心理 惯性我就一直保持下来了 我就一直吃羊油 呃 牛油我就一时很久没有吃了 呃 猪油会偶尔经常会吃 再就是橄榄油跟茶油 我会换着吃 这样子 所以 平常炒菜 蔬菜用的多的就是橄榄油啊 茶油啊 会用的多一点 然后你要说炒肉啊 煎啊 炸呀 我可能会用猪油 用羊油会用的多一点 然后美刚才说 腐乳一天可以吃多少 我自己感觉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一次一顿能够吃个一块到两块 三块的话就有点吃不动了 太咸了 呃 所以你自己感受一下 一般的说 就是你吃到刚好你觉得有点咸的 hold的话就不想吃的那种状态 就可以停下来了啊 我倒不担心你会说把那一罐子都吃完 两三块啊 两三块 椰清水 椰清水你里面其实含糖还是有的 大概一百毫升能够含个五到十克的糖啊 所以你要真的要喝椰清水的话 我建议你少喝一点 喝个一两百毫升是个意思 那么一整天就这么一两百毫升就可以了 不要再多了 那么一般你到外面买那种椰清水就是 呃 一升的你要是一次把它都喝完可能也不太合适 嗯 有些朋友你说 我到外面去玩买了那种比较 比较天然的那种椰子 能不能喝一个 呃 我觉得如果说你生酮时间比较久 我觉得还是可以喝的啊 就是其实要看大家自己做生酮时间的长和短 在一个平常做断食的呃 这个频率规不规律 你经常你像小木老师 我自己我经常就是一日一餐啊 一日一餐 所以我到外面去 我真要是碰到这种一整个椰子的 我喝过啊 我全部都喝完了 也没事 所以但是对于刚刚入童的朋友啊 刚刚入童 刚刚学习生酮的人 你就不要把这个习惯带上来了 那就说什么 哎呀我刚开始生酮 我每天都要喝那么一点椰子水 你最好是控制点量 不是说不能喝 你控制到量啊 因为你椰子水里面这点十几克碳水啊 然后你再吃点什么别的东西 十几克碳水 然后再吃点什么十几克碳水 哎一整天 就超了五十克碳水了 可能你今天就入不了头了啊 就是碰到碳水 不是不能喝 不能吃 是一定要知道量啊 知道量了以后 你再来看一看 你的这个上限在哪里 对于初学者 那可能就是一两百毫升比较OK 那你像小默老师这样做了一个 六年七年八年的 那你自然一整个椰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还有那你还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我是什么糖前二型糖尿病 然后我做生酮用来逆转我的慢性疾病的 那这类人最好短时间真的不要碰啊 就是不要冒这个风险 Lighter这个朋友 如果你刚刚开始入童 我建议你不用那么早开始做24小时的断食 刚刚学习生酮 你先做好五二断食 大家记住啊 断食是可以分为笼统的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先学好五二断食 五二断食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周五天 一周七天 你用其中的两天拿来做一日两餐 然后其余的五天 你该怎么吃一日三餐 你就一日三餐 这是五二断食 五二断食起码你要做个一两个月吧 然后逐渐的从一个星期七天 你挑两天做断食 你可以变成三天四天五天 把这个一日两餐的这个频率 可以逐渐提高 那么就相当于做到位了 你就大概可以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做到一日两餐 一日两餐的时间最好 做的时间长一点 能够做到三到四个月 然后再来转一日一餐是可以的 小毛老师以前咨询过一些客户 我也指导过一些客户 那么这些女生呢 往往就是在找到我之前 可能已经开始自己 在尝试一日两餐了 所以我的观察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从一日两餐 到真正的适应一日一餐 是需要三个月左右时间做铺垫的 太早给他做一日一餐 他会受不了 会肚子饿 还是回到一日两餐 但是如果你给他做时间铺垫长了 三个月左右 那么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他就可以一下子完全做得很好 很标准的一日一餐 他也不饿了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你不要说我生头了 我马上就做一日一餐 显得自己很牛逼 很这个叫做决心很坚决 是吧 或者说意志力很坚定 我一定要完成一项任务 这不对的 其实你把铺垫做好 磨刀不务砍柴工 你将来可以持续的做一日一餐 不费春暉之力 也不用自己的意志力 整天去扛着 其实做生童 到最后就是 无为而为 是吧 不治而治 就是不需要耗费什么 你的意志力的 就是需要你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 现在如果说 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 你就尽量的把这个过程 不用太快 给自己铺垫时间长一点 我跟你说 什么时候你觉得 一日两餐的第二餐 你都不想吃了 这就对了 这就到位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大家就是 明明吃两餐 还可能到了第二天早晨 还有点饿的那种 想吃吧 又不敢吃的那种状态 这其实还没有到位 真正的 你适合做一日一餐了 是你会告诉我 小毛老师 我第二餐觉得 可吃可不吃了 我觉得第二餐吃完之后 太饱了 那么 第二餐 就可以减量 减量减量到最后就减没了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大家可能没有体会过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从一日两餐 然后可能变成一个大餐 一个小餐 然后最后这个小餐 可能也会被省略掉 最后才会变成一日一餐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认为你像是一个小蝌蚪 小蝌蚪如何变成一个小青蛙 它的尾巴本来这么长 对吧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尾巴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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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出两条腿来 这样子 最后你就不需要尾巴了 你现在一日三餐就这样子了 先是一日三餐 然后变于一日两餐 对吧 然后再慢慢的一日两餐变成 一个大餐 一个小餐 再变成一日一餐 这样子的 你像刚才 你看咖啡田就是这么说的 它是平常有运动 所以它是一餐半 一餐半其实就是一个大餐 一个小餐 这个意思 晚上他吃那么一点点 就是为了满足大脑的需要 或者说自己身体的一个习惯性的一种动作 总是要叭唧下嘴 吃那么一点 所以你就舒服了 但是一样不用吃很多 吃多了他觉得难受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大餐 一个小餐 就OK了 那个莱塔 你说姜黄粉 姜黄粉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 首先不要神话它 我可以说生铜 你就算不吃姜黄粉 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不要认为这个姜黄粉 是什么生铜的必备品 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呢 我跟你说 我在2016年2017年 我在用魔法 在看油管的时候 那个什么Dr.Berg 然后什么海外的那些健身博主 都在推这个姜黄粉 这个东西 然后说什么抗炎 什么各种各样的好处 就算它是真的吧 就算是抗炎吧 不明显 不明显 你一定是先要把饮食做好了 你再来用它 也许能够有一些帮助 但是 纯的姜黄粉 其实是很难吃的 就是它的味道是很冲鼻子的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好的办法 你去 比如说麦德龙这种商场 你去买比较干净的 不加淀粉 不加白砂糖的那种咖喱粉 那么咖喱粉里面就几乎全部都是姜黄 除了姜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佐料 但是咖喱粉的味道就好很多 所以你要做肉啊 要炖什么牛腩呢 我以前做过啊 咖喱牛腩呢 非常好吃 那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姜黄粉 你可以一起吃掉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咖喱粉也特别适合用来炒菜 我经常用这个咖喱粉炒一些什么包菜啊什么的 就是特别有异域风味啊 完全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来吃姜黄粉 比你单纯的直接这个用勺子往嘴里扔那个姜黄粉 或者说往肉馅里面包姜黄粉 味道要好得多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咖喱粉 比较好的咖喱粉 咱们那个好物分享清单里面 我记得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说对于调料 大家确实不用特别的去去去纠结啊 你就做生酮 你只需要去选择那些不怎么含有白砂糖的 你像有一些什么陈醋啊 还有酱油 它还有一点点小麦粉 毕竟你用的不多 你一次炒菜就给一点点醋跟酱油 那么可能一两克都不到的小麦粉 可能对你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那你只要酱油里面不怎么含糖就好了 那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好物清单 至于你说什么肉桂粉呢 什么姜黄粉呢 什么一些什么所谓的生酮友好的一些粉呢 不是必需品啊 不是必需品 你自己平常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不要说因为做了生酮 买了一堆羊的调料 结果你又不爱吃就搞得很尴尬啊 不是很必要 我们这都是老手了 就告诉你这个不是很必要啊 不用浪费这个钱 生抽一点点老抽一点点 这个都不影响的啊 都不影响 你只要保证这个生抽老抽里面 是不给白砂糖的 是不给什么三绿蔗糖的 不给各种带糖的 它只有什么大豆啊 酱油啊 就是水啊 盐呢 然后可能最后就有一点点小麦粉 那就没问题啊 勇敢的小青瓜 你说无糖可乐能不能喝 我的意见是在你 断碳的这个过程中啊 就是你原本是 没有做生酮的 对吧 你可能吃碳水了 然后你还很喜欢喝甜 甜的饮料 那么你在断糖 在戒糖的这个过程中 你是可以用无糖可乐来 摆脱一下 这种当时的 对甜品的渴望 是可以的 但是随着你生酮做的时间 越来越长 我建议你不要喝 你比如说你生酮已经半年了 不要喝了 而且可能大家对这个甜品 对这个无糖可乐 你们有什么概念啊 首先就是无糖可乐 里面是含有很多咖啡因的 咖啡因是会让你上瘾的 对吧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喝 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那你直接可以去喝一点 美式咖啡啊 可以吧 但是咖啡因加上 无糖可乐里面的带糖 它是双重刺激 你的大脑很容易就上瘾了 所以为什么说 不能喝时间太久了 喝久了 你戒不了这个无糖可乐了 这是一方面 对你的大脑的刺激 对你甜瘾的刺激 你戒不了它 戒不了它怎么办 你每天都要喝 每天喝会怎么样 咱们以前讲过很多的 那个科普啊 特别是在喝吃饭的前后 喝了太多的这种气泡水之后 你的胃酸会大量的 被中和掉 胃酸 PH值 升高了之后 你吃再多的肉 吃再多的脂肪 你的身体很难消化 很难吸收 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你也没有办法吸收 这个对你身体潜在的带来 营养的缺乏 时间长了 你会有营养缺乏的 况且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吃 补剂的话 那就是双重打击 还有就是 可乐里面你知道 它比较多的一个成分是 磷酸 磷酸是一种很便宜的东西 它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之后 会跟你的血液里面的钙会结合 会形成一些 比较不容于水的这种物质 就相当于 它会沉积下来 会把你的血液里面的钙给带走 久而久之 你的身体会缺钙 是这个意思 缺钙之后会怎么办 你的身体会把你骨头里面的钙给释放出来 久而久之 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 这种风险 不是说你一定会骨质疏松 但是你的身体会动用你骨头里面的钙 将来你要想办法去补钙了 对吧 所以这又是一个麻烦的事 然后补钙不说 你可能因为大量的喝这种气泡水 你会撒很多的尿 撒尿就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你看 很多的电脂质会被撒出去 你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不吃盐 吃肉不吃盐 什么清淡饮食 完了拼命的喝饮料 盐 钠给尿出去 钾给尿出去 鎂尿出去 然后你就会经常的抽筋 对吧 然后钙 刚才说了 喝可乐会让钙减少 你要缺钙了 可能肌肉也没有力气了 对吧 举东西也没力气了 跑步也跑不动了 很多 很多的微量矿物质都会受到影响 再更别说咱们的一些B组维生素了 B1B2B3B5B7B9B12全部都会被尿出去 所以我敢说这个气泡水你能少喝就少喝 咱们现在只是说为了方便你将来把这个甜品或者说饮料能够无痛的能够把它给慢慢的断掉 短时间之内是允许你喝的 但是长期是不建议你喝的 不好的地方刚才已经说了够多了 我相信就算你是听不懂吧 这么说了这么多 你好歹也是觉得是那么回事 光和言说没有身体戒掉碳水 有没有身体戒掉碳水 心里又戒掉的戒不掉的情况 我跟你说一下 咱们去年我去年咨询了一位女生 那个女生还比较年轻 她还是一位律师 按理说律师应该是很理性的 但是作为女生她是很喜欢吃甜品的 当时我就告诉她了 做生酮肯定吃慢慢这个甜品要去掉的 她是不理解 然后她会用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跟自己做一些思想斗争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不要去做思想斗争 不要去做内耗 内耗是最没有效果的 是最容易失败的 耗到最后就是你自己投降了 方法是什么呢 看小莫老师的科普 看科普啊 为什么说糖的不好 就像刚才小莫老师 我能够不用稿子 我就能说出那么多 气泡水对咱们身体的那么多的影响 甜品对我们身体那么多的影响 就说明这些知识已经融到我的脑子里去了 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的一部分了 那么观和言 如果你每次都是在内心在挣扎 到底该不该吃碳水 到底该不该喝甜品 什么各种各样的挣扎 那说明你的理论知识没有到 没有到到位啊 就是你的思想武装还不到位 你应该花点时间去了解这些 基本的一些常识 基本的一些理论 为什么的一些问题 而不是每天在问自己 该吃不该吃 该吃不该吃 这样子就是内耗啊 没有用的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去年咨询那个女生 她就在去年到今年 就花了很长时间 把我的喜马的音频 从头到尾 听了三遍 做了笔记啊 做了这么厚一本的笔记 然后她今年 大概就是这个月的时间 早些时 她就说 不内耗了 现在就是 不费吹灰之力 不费吹灰之力 就知道该怎么选择 就这样子 你就这么想 如果你是党员 你入党十年了 你还会天天想着 我要不要这个 什么退党啊 我要不要这个什么 移民呢 什么的 或者说什么 这个抛弃我这个党籍啊 什么的 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啊 我觉得平常就是应该多学习 你好 巴达玛你好 小孟老师您好 你好 那您能听到啊 能听到 就是声音小 关注您很久了 然后 那我把声音调大一点 现在呢 可以调大 就再调大一点吧 好 这样调到最大了 好了 好了 好 就是关注您很久了 您的洗码的音频也听了很久了 是吗 听了多久了 挺长时间了 估计是 20年 哇 那么早啊 还是21年 大概挺长时间了 然后关注您之后 然后就开始就是去 我之前也尝试低探 跟您说一下我的一个基本情况 好 就是我从从小呢 我就是属于那种小孩里面就比较胖的 然后家里面的人也比较胖 嗯 主要家家里面的那种饮食方式也是以菜水为主 嗯 然后青春期我就是就就开始试图去控制体重嘛 嗯 但是用什么方式都控制不了 嗯 然后大概呃 在听您的视频之前我就尝试过去低探 呃 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后来就接触到您的视频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做科研的 哦 然后在在听到您的视频之后就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平台 没错 就没有完完肉 没有完完肉 然后就听下来了 嗯 然后呃 大概是20到21年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直接就我就开始自己着手尝试了 嗯 然后这期间一直都比较顺利 一直到 一直到二三二年年底 嗯 然后那会儿就是忽然 也已经潮湿了一日一餐比较长时间了 嗯 然后忽然体重就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 就是我人生最低点的一个体重 呵呵 我大概是170 然后属于大骨架 然后那会儿是瘦到50公斤吧 就是100斤那样的 哦 那是很有点低 嗯 然后然后就是那个体脂率就是我自己捏的话就只剩下一层皮 嗯 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况 嗯 然后当时非常满意 但是呢 当时呢 就出出进入了一个比较磨正的状态 就是还想再降低 还想再往低里降 哦 然后就就加入了大量的运动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受我控制的事情 我就开始每天都非常的饥饿 嗯 就是依然是跟之前一样 一日一餐没有变化 嗯 饮食的规律也差不多 内容也差不多 嗯 但是就变得非常饥饿 怎么样吃都没法就是有这种满足感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失控了 失控了之后 然后完了我就进入就就体重就迅速的反弹 大概是在两两个月之内吧 两个月之内我就长到了60公斤 相当于长了10斤 10公斤 10公斤的肉 那你是吃的是 吃的是碳水吗 还是吃的是肉啊 呃 那我吃了一些水果 吃了一些水果 那个季节冬天的时候 好像是小金桀吃了一些水果 说到这个点的话 我感觉果糖有一点上瘾 嗯 我以前是不爱吃水果的 在我那个呃 尝试生酮 或者想要去呃 各种方式之前我并没有很爱吃水果 但是那个时候我明明明确的感觉到了自己的这种 就是就是上瘾 嗯 就没法遏制住这种欲望 然后经过那个阶段之后 我就意识到了这种果糖的上瘾机制 嗯嗯 然后我就立刻发现这种现象不对 我就立刻把这个事情给断掉了 断掉之后了 但是这次就是重新再尝试生酮的时候 我就发现嗯不像第一次那么有效了 嗯 就体重下降很缓慢 然后到二三年的时候 因为我在那个准备要结婚 嗯 然后我就尝试了纯肉饮食 嗯 因为因为和之前一样的呃 身旁饮食 没有办法满足我想要把体脂降低的这种需求 嗯 我就尝试了纯肉饮食 纯肉饮食我也成功了 我大概两个月我又收到了5152 嗯 可是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当我降到5152的时候 我又出现那种我每天都非常的饥饿的状态 就是他不是那种意志力和理性可以去对抗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就到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一点茫然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嗯 你要看一下你的体脂率 体脂率降了多少了 我现在的体脂率应该比较高 我最近没有测 因为就是在这个呃 纯肉饮食之后 我的体脂率又反弹回来之后 我还没有测 嗯 就是说 大概现在也是 嗯 因为因为怎么说呢 呃 据我了解的话 就是说女生 比如说你算一下你的BMI是多少 如果说你的BMI已经低于18.5了 已经往下走了的话 嗯 我来我来看一下啊 你说你不是说你是1米7吗 哦 对吧 哦 您您说这个我知道 之前我听您的视频的时候 您说过18.5这个事情 我发现我每一次到就是到那个急速饥饿的那个点 大概就是18.5左右 对 就是我会感觉怎么样也吃不饱 就是在18.5左右 对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其实就是身体是在帮你 你其实不能再继续减重了 你就是说 其实呃 你可能没有见过特别多的案例 我是见过很多的女生 她是减重超过了 就是她不顾一切的去减重的话 她超过了一个体重值的话 低于某一个体重值之后 她就不来姨妈了 她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哎 我也是 我大概在18.5的样子 或者是19左右 嗯 我的姨妈的周期就会延长到大约两个月 对 50天到60天的样子 这这这就不是 就相当于身体在给你提醒了 你要么就是说 呃 你吃的食材一定要有所选择 你比如说你要吃很多肉 很多肉的话 那你势必要选择更多的红肉和动物内脏去吃 有营养的东西去吃 这样才能支撑你的营养支撑你的姨妈 但是你如果你说啊 我整天吃点什么三文鱼鸡胸肉啥的 那就可能不够营养 呃 就是你对食材的要求就会很高 我 我在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嘛 我把它调成红肉之后 或者是说我原来是不吃内脏 我也刻意的去加入内脏 尤其是肝脏 嗯 发现 就是 只要我的PMI一接接近这个18.5 就就不行 身体就会自动的给出一个这样的反馈 嗯 就是饥饿 非常的饥饿 就是 然后也没法入睡 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 你的进食量 它是怎么说呢 你像我现在仍然是一日一餐 而且我每天还运动 但是说我运动不会说特别剧烈啊 不会很剧烈 我每天就是做两组 呃 每组都是25个的那种 呃 就是大概就是加起来就是可能有150 150下吧 这种什么福卧撑啊 什么菊雅灵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加起来 150 150下 但是 这是我一整天的运动量了 呃 食量确实比以前稍微 大了一点点 变化不大 但是体重增加了 但是体脂率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 你就算是到了18.5 其实你完全也是可以就是说通过运动啊 把你的 你就我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的把体重继续往下降 你只不过是可以考虑把鸡 鸡肉量增加同时降低体脂率 这是可以的 然后你配合 多吃点肉不管是内脏还是啥的你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 但是如果说你纯粹的让你的体重一直往下降的话 我估计就是你的身体也好 或者说你的这个激素啊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跟你畅反调 对对对对您说是对的 而且我就是控制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太快了 我的那个晒排阶下得有点太快了 我在想这可能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就是对你的那个女性她每次到姨妈的那个时候 她是特别一定要吃很有营养的东西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还带疯狂的运动的话 可能就是你只能除了给她特别好有营养的东西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那您看我现在是 我现在的呃在我纯肉饮食之后 我现在又调回来了 我也调回来加入了就是绿叶蔬菜 但是我这个时候我的体脂率又在慢慢的升高 如果我想要就是维持一个就是可持续的状态啊 不是说不是说减着减着 然后又遇到了这种精气的延长 或者是呃那种身体的这种饥饿感的话 您觉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呃改变比较好呢 我刚才给你算了一下 你的身高1米7 然后就算是走最底线18.5的话 你的体重应该是落在53.5左右 那这已经是最低的了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一般的女生 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女生 BMI落在20会比较好一点 也就是说你的体重 也就是在57到58的这个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减脂 就是说你的你得保证你的体重 你的肌肉量啊 然后你的营养保保保保持好 其实你就现在不是60吗 你现在是60的话 你给自己在立一个大概两三公斤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这个两三公斤目标 你就仔细一点 你就看清楚 虽然说是减体重 但我们更仔细减的是要是脂肪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多做一些有氧 配合一点点无氧 每天规律的做个三四十分钟 然后一周休息个两天 你用这种方式加入一点运动 但不要太剧烈 饮食方面的话就是你就因为毕竟这个锻炼不是很剧烈 你的摄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你的食欲应该是还是能控制得住的 你知道你一天吃多少吗 你也不能吃太少吧 每天你像你这个体重 我觉得也是像刚才那个男生一样的 吃个三四百克的肉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可不要吃太少了 差不多是这个体量 三四百克的肉 我一日一餐的话三四百克的肉 如果是纯肉的话会多一点 然后加入蔬菜的话就是三四百克 对啊可以的 那你这个饭量跟我的差不多了 可以的 我现在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已经遭遇了两次这种不稳定期 所以我这一次我就想排除掉这种不稳定期的可能 排除几个可能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那个食欲波动最大的 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果糖你已经自己排除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再吃一些奶制品 你把奶制品排除掉 是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平常吃盐吃的不够 你一定要把盐吃够 生酮不能吃少盐 有一些这些比较容易踩坑的地方 你都要排除掉 好的好的 对 好的好的 但是就是说再细致一点的 对再细致一点的话 我就建议你去做一个体检了 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体检 看一下雪常规 看一下你的电解质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有目的性一些 就一下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就不用猜了 我准备五月份的时候去做一个体检 那行吧你安排吧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再以50公斤为目标了 本来50公斤就是不科学的 对于你来说 你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体重 就应该是67 57左右 就不用太接近于50 那可能不适合你的体重 然后你的体脂率的话 你可以下次告诉我 你的体脂率到底是25%还是20%还是多少 你最好量一下 你不能说你觉得高 我不知道到底是多高 明白吗 这个体脂秤的这种体脂率 它可以作为参考吗 那难道要花10万块钱去买inbody吗 行行 那我就用体脂秤的这个体脂率作为参考 就用家里的嘛 我们说的这个什么25% 30% 那其实也就是用家里的嘛 大家都用家里的 那我们就用家里的 比如说你实在有条件 你可以去比如说医院的一些体检科 他们有好的一些体脂秤 或者说去一些好的健身房 也可以称一下 这个都看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只强调你一定要把这个体脂秤用起来 看一下自己体脂率要是多少 你不要盲目去减体重 对吧 好的 好的 谢谢您再见 好 拜拜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 刚才那位朋友可能是 有结婚的需求了啊 然后就减重有点心切 姨妈也不顾了 然后 但是后来呢 又报时了 所以我觉得女生吧 还是要科学一点啊 还是要科学一点 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及时找小木老师咨询啊 不要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蒙头搞 其实你看看来来回回折腾一下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觉得挺挺划算的啊 不划算 提前一年 跟小木老师打个电话 我觉得会好很多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啊 他说老饭困难 晚上入睡困难 这个 以前也有类似的朋友 要排除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你不要晚上 晚上那一餐呢 避免吃B组维生素 避免吃复合B组维生素 有很多B组维生素 比如说维生素B3 维生素B12 维生素B6 这种吃多了之后呢 它会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 会加快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代谢 它会觉得 大脑会很亢奋 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会 晚上 会喝一些什么 一些电解质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心跳 如果说你在睡前 你发现你自己的心跳 都已经变得有点快乐的话 那可能就是 你这个电解质导致你的 心率失衡 然后你可能会 因此你就比如说肾上腺素啊 会是分泌的比较多 就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 这是两个我立马就可以想到的 一个是B组维生素 一个是电解质水 所以你尽量呢 就是在晚上能够吃的简单一点 睡前四个小时 不要吃东西 这也是很很有必要的 然后你不要 喝太多的外缘酮 让自己的酮体太高 有很多人刚刚开始做生酮 这酮体的利用率 身体还不是很高 就是你就算身体里没有很多酮体 但是他们不会用它 所以你以前 如果你是一个重度依赖 甜品的 重度依赖碳水的一个人 突然之间你给它 换成酮体了 但实际上你身体 并不会利用酮体 你不等到这个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你身体是不能很充分的利用酮体的 包括你的脑子 特别是你的脑子 那么你在碳水很低 也就是血糖很低的情况下 你光有酮体 大脑也不会利用 所以实际上你大脑实在告诉你 哎呀 血糖不够用了 血糖不够用了 它就不让你睡觉 它得让你分泌肾上腺 皮脂肾激素 要产生血糖 这样的话你就睡不着觉 这样有很多情况会导致 所以你光是说一个生酮半个月 可能没有办法睡觉 我可能就会觉得 你可能比较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你把碳水砍得太厉害了 然后吃了太多的生酮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光是有血酮 但是大脑不会利用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 建议很多朋友做生酮的时候 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的断碳 这个碳水不是一朝一日就给断了 也不是说什么两 一周两周就全给断了 那小默老师其实觉得 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下一个台阶 你花个几周的时间 把碳水逐渐逐渐的看光 还有就是说 有些朋友就可能习惯喝生酮咖啡啊 什么的 可能忘了这生酮咖啡里面有 很多咖啡因 对吧 也有一些人 比如说晚上喝一些饮料 喝一些奶茶 很多这种饮料里面 也有很多的咖啡因 其实从入嘴的东西来判断就好判断 你看你告诉我 你吃了什么 你喝了什么 最近这几天是怎么操作的 就是一般东西能分泌 可以分析出来 我刚才只是说几个最有可能的方面 好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直播完了啊 然后有些朋友 我看在线的 有一直陪咱们在线的 也是很感谢这些朋友 墨西娜 花花 巴拉玛 还有雪 这几位朋友 一直陪咱们在线啊 非常感谢你们 其他一些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 小木老师的这个频道 对你做生童有帮助的话 也是多看咱们节目 给咱们点赞关注 转发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需求呢 可以像刚才一些朋友一样 可以找小木老师 可以咨询 可以咨询 我们的那个店铺里面 有很多的服务 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我现在就不弹卡了 给大家自己去看吧 好 咱们今天就到这了啊 大家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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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